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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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是不是就先熱烈的掌聲歡迎徐老師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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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極了 我們今天這個 這場討論的題目應該是進入我最近 一年來一直在思索的這個問題 其實已經不只一年了 應該是從2016年開始 這個問題就 我覺得要比較深刻的反省 但是也是到了前兩年 應該是去年這個問題才變得比較 大家更加的注意力 但是在國際學術界呢 這樣的討論已經也有落概點了 引起更強大的辯論 也是在這兩年 這兩年關於種族主義的討論非常多 這個種族主義的討論當然不是指說 哪一個人物哪一個學者他用種族主義 而是整個我們對於國際關係的概念 它是racist 在2016年還是2017年我就不記得 川普政府上台之後 他有一個公務院的官員 叫Kyron Skinner 他一開始在接受參加一個 workshop 一開始就很坦白說 他覺得美中之間關係最大的問題 就是中國不是白人 不是一個白人 這個話講得這麼明白 是大家第一次聽到一個人講這麼強 強烈名版的這樣的發言 而Skinner 本身她是一位女性 而且她自己本身是少數人 她是悲憶 她是黑眼女性的國務院的觀眾 所以她這樣講當然 我們也不需要去探討她的psychology 因為這個可能性非常之多 對吧 那到了這個 這個今年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 退休回大陸 最近在一場演講裡面也提到 說她覺得美國對華政策當中 甚至有種族主義的優勢 她講話還是比較含蓄 也是外交官 那當然意思就是說 她認為美國的那個外交政策 對華的外交政策 是種族主義 那當然其實不只是對華外交政策 為什麼學術界對這個問題 最近很尖銳地被討論 因為兩個年輕的女性主義學者 在security dialogue 好像是那個其他 上發了一篇文章 那昨天我們都討論到了 因為今天那個誰沒有來 這個福澤民福老師 他昨天 昨天還有誰講到英國學派 我都忘記了 這個英國學派很重要的學者 叫Berry Roussin 但是人家並不是攻擊英國學派 這兩個女性學者就指控 由這個 由這個 哥本哈根學派所提出來的 這個 secureization studies 它是racist 它就發在這個 這個 security dialogue 那這個發了之後的這個 Berry Roussin跟這個 這個 Oil Weaver就很不高興了 所以他們兩個 因為這一篇指控這個 secureization study 是racist的 這篇文章 就是認為這個 左右國際關係 講的這些結構 講的這些東西 但是實際上 背後有很多的這個 process 有很多都是 practice 是很重要的 那什麼樣的東西會被 當成是一個安全問題提出來 被當成是一個這個 這是很政治的決定 比如說我們這個國內 我們把這個 台上當成是一個 security 的問題 或者譬如說福報的問題 這就是一個secureization 那這個secureization 研究你當然一方面 可以說是協助 對一般那個 或者補充國家安全的研究 但另外一方面 你也可以說 它是對於國家安全研究的 一種反省 因為它就告訴你說 這不完全是一個結構的問題 這個重要的原因 是一個 practice 的問題 就是你這個誰有能力把一個 把一個議題 當成是一個安全威脅的議題 來被討論 那這個是極大的一個權力 有時候我們剛才講說 我們把這個covid-19 當成是一個紀念做的一個問題 然後大家就把covid-19 當成是一個安全的問題 那我們把這個大陸 當成是一個 跟病毒結合的問題 那怎麼樣防止大陸 跟台灣接觸 就變成是一個 每個人心理上要去思考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 什麼樣的事情 變成是一個安全的威脅 它就成為一個很 這個 過去研究國際安全的議題 比較少去思考的問題 所以他們就有 這個secretization 這樣的一種 這個agenda 去研究各種各樣的practice 那這兩位學者 他就批判說 這種secretization的agenda 它是一個racist的agenda 那這個批判呢 事實上就讓人回想到了 關於racist討論過去不是沒有 以前這個 我們好像郭老師 這個老師 這個 David Lake也寫過一篇 很簡單的文章 那好多年前了 那是 那有沒有十年前 我們不記得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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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印象中 差不多有十年了 他寫了一篇文章 就是他 他自己反省 他發現國際關係研究裡面 有這種種 他寫了一個反省 那這個反省 那這個反省當然很多人 當時就很多人發了看 因為這個David Lake的他的 這個 在國際關係的一些地位 非常的高 那我看了他這個文章之後 而且不是我一個人 就是我 跟我平常 這個 這個Circle 這個Critical Ion 這個Circle 看這個文章的時候 都覺得 這個文章實在是 內容非常的淺 非常的膚淺 就是他的那個反省 是一種 一種過去沒有想到的事情 他突然想到 然後他就開始想說 哎呀 我們這個國際關係 對這個問題要 要很嚴肅的對待 因為這確實好像是有 這個racist 民族在裡面 這個都是白人在主導 這個黑眼參加的很少 什麼之類的 他就這樣一個反省 但他這個反省 在我們這個Critical Ion 這個圈子裡面 根本就是 非常low level的反省 可是我們每個人都很重視 我們並不是因為 他的這個 他的內容 而重視說 他提出了什麼 過去我們沒有想到的事情 而是因為他這個人 因為他這個人太重要了 他主流裡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他有這樣的反省 就是他自己 意識到這件事情 讓我們覺得 哇 這個表示 我們的這個討論 有一些突破 就是說我們這些 平常這些 這些批判 會引起最主流的人的 一種反省 他這種反省 聽起來是 他對他自己的反省 而不是說 我們這個學院 是這樣子啊 我們要注意啊 你們做得很好啊 你們要繼續做 不是那種 要嘛你getwise 那種反省 他就反省他自己的 那2011 所以我也忘了這個年代 我藏著這個文獻的年代 記不起 不是2015 16年啊 我們這個已故的 華裔的這個 原始女性主義學者 叫這個 Lily 0.0.0 0.0 0.0 他就寫了一個文章 去批評這個 英國學派的 那是非常重要的 叫Link Lager 說他的這個 關於這種 英國學派的這種 solidarity 研究啊 是racist 但他沒有用racist這個字 但他意思就是這樣 他用white quite就是racist 他說他這個叫做 hypermasculine 這個 這個 whiteness 他是怎麼講 喔 hypermasculine eurocentric 這個 這個 whiteness 簡稱就是 HDW HU 就說你們這些人 他有這樣的一種批判 這個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 我最近看了五六篇這樣 我在課堂上也分享這樣 這個 跟我們一般的 就是說 如果你一般跟人家討論 說這個 規矩學有這個racist 一般人都認為 你是在指控某一個人 是racist 但實際上 這些指控 他不是指控這個人 林林當然不是指控 Legger本人是racist 他也許是 他也許不是 也不是在指控 Berrymissan是racist 但是有趣的是 這個 Berrymissan跟這個 跟這個 Oi Waver他們寫這個 這個 這個 Defense 他回頭了這個批判 對這兩個 對這邊 批判他們是這個 securelization 裡面是racist 他們回頭的這個批判 是非常methodological 他是從他們這個文章的這些 言不言謹 科不科學 對他們的這個檢證 是不是符合公平 這些 這些一般的 基本的標準 寫得非常密密麻麻 很詳細的 一個反駁 剛開始這個反駁 security 搭了不太願意燈 因為他寫得很長很細 後來好像還是燈了 這個 在他們沒有刊登之前 他們就寫 把那個信 寫給他們 學界的一些同仁 這個 Berrymissan 就把他的這種 反擊也發給我 讓我來讀 這個 我讀的時候 我就覺得沒有對話 因為他不是在回答 人家提出的這個問題 那麼之後就 陸續的好幾篇文章出來 也就這兩個 所以這個問題 變得 這個討論的很激烈的兩個問題 那重點是 這是什麼樣的一種疲法 為什麼說這個理論的本身 是這個意思 這其實我們 昨天已經觸及到 這個 林老師 就是莉莉林 她在批評Link Later的時候 她講這個Link Later 所描述的這個 國際關係理論的 這個演進過程 是 這個非常這個 白人中心主義 因為當然 誰都知道 這個國際關係的這個理論 是從歐洲社會發展出來 它就是從一個 與白人為主 這個國家 跟國家之間的互動 根據這個互動 我們的經驗發展出來 那我們更往前推的話 就是我們昨天講到 這個歐洲思想史裡面 從這個Hobbs 從英國內地自然反省 到Hobbs 到這個 自然狀態 無政府狀態 然後再到後來的這個理論 全部都是 當然都是歐洲國家的發展 那Link Later 他講了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觀點 就是這個Civilization 這個問題 就是什麼樣的東西 會變成Security的這個issue 就國家跟國家 人們的戰爭 過去國際關係 最關心的問題 就是戰爭和平 歐洲國家現在已經不是 這樣的問題 已經不是在關心 戰爭和平的問題 他們的這個 security agenda 已經轉變了 國家跟國家之間的爭議 已經可以放到 國際組織裡面來處理 這個就是Went講的 進入到這個Lock階段 就是從這個Hobbs階段 進到Lock階段 所以歐洲國家彼此之間 他們發生爭議的時候 他們用這個國際組織 有這個 有這樣的一種方式來 來進行 然後 他們進一步的 要把這樣的一種 這個制度要推廣到 這個全世界 希望全世界都能進到這樣的狀態 那麼大爾地利民 他就講 你這個完全沒有反省 就是說 你作為一個歐洲國家 它之所以成為今天 目前大家可以彼此交往 好像可以用這個國際組織 用這個談判的方式 用一種這個國際建制 就VG或者是 最近這個美國 這個國務院最喜歡講的 就是講這個Rules 要建立這個Rules 這個國家都接受這個Rules 進入到這個洛克狀態 那你這個國家跟國家之間 不就文明就進展了嗎 那將來當然期待會進一步的進展 所以有這個 有這個 就銜接到他們之前 這個所謂民主和平論 講Democratic Peace 這個民主國家跟民主國家之間 不會發生戰爭 那所以如果發生戰爭的話 當然是你不民主國家的問題 即使發動戰爭 真的是民主國家 也是你不民主國家的問題 因為民主國家 不會對民主國家發動戰爭 一定是你不民主 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所以這個怎麼樣把民主自由的這個 這樣的一種制度的價值 推廣到全世界 這變成是文明進展 這個Civilization的這個 這個Progress 很重要的這個過程 所以列列裡面就講說 你這個Y居然沒有去思考 這個全世界其他國家 是怎麼出現的 怎麼形成的 這個我們昨天都提到 對吧 那你這個 那你這個 這個Civilization的這個進展 不就是同樣的這個問題嗎 這兩個女學者 是一 可能是一八年吧 在Security Data 還是一九年 一八年 一九年 對於這個Berry Concent 跟這個 跟這個OAWF 他們這些批評 它走的是類似的這個路線 那當然他們所關注的問題 並不是這個 李李銘講的這個 這個文明的進展的這個問題 他們關注的問題 當然還是因為這個奈米的問題 就是這個最近這個 這個十年已經降了這個 這個奈米其實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這個歐洲的奈米 包括大量的移民 到美國成為一個問題 美國的這個選舉 從2000年已經降了 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移民的問題 我記得這個 是不是 這個競選 是跟歐巴馬競選的 是 因為我們忘了 他這個麥克風沒有關了 他就說 不要管這個47%的 47%的意思就是說 那些移民 你不要管 那個麥克風的這些票 你不要管 背後 這麥克風基本上都是 就是流舍的問題 那 所以這個問題在美國 2000年以後 又變得很 很重要 那 這都是非常矛盾的 這些事情 因為在美國的這些 白人這個中下 中下階層 他們的這個生活陷入 一種困難 他們看到他們的工作 被移民搶去 或者是他們的工作 因為這個貿易或者是製造的這個關係 被遺到的 世界其他比較便宜的 比如說遺到的這個中國去製造 都是這些有些人 要不在國際搶了他們的那個工作 要不在國內這個製造 在他們看起來就是犯罪啊 犯罪啊 或者是這個摧毀這個原來的那個價值 而且伊斯蘭在美國的這個擴大非常的快速 那所以他們對於這個身邊的這些總統的這個現象 極度的不滿 那這個右派的政治人物呢 他就很能夠掌握選民這樣的這個心理 他就把這些問題 就是說美國這個社會結構的不公平跟不小 他把這個問題轉變成是這個 這個有色人種的這些問題 那這個 那這個 這個中下階層的這些白人的這個血 他就接受了這樣的一個號召 他就把這個問題project到這些有色的東西上面 那你就看到這個 這就非常非常這個 大家就講說這個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 這些受到這個就是生活 在結構上面剝削的這些中下階層的白人 那個票大量的投給這些極右的這些保守派 那他們所支持的這個經濟結構當然永遠是對的 因為他們的經濟結構 他們的經濟理論就是老的這個經濟理論 就是去跟當 就是最後那個那麼大的鯨魚吃不完剩下的什麼 你們根本 你知道這個就是你怎麼吃都 就會太飽了 你們根本不需要這麼多 因為 但是你一定要把這個大的養得很大 所以他們就很多的蟹蟹掉下來 就好像這個大陸的貪官無利 每個都是對國家利益的重大功勞的人 因為他們比如說造高鐵啊做什麼啊 他只要手放在桌子下面 那個掉下來的那個謝謝 結果他一家族一輩子吃不飽 這種謝謝 這個去空大陸理論就是這樣 你給這個大的這個企業 全世界巨富的這個企業吃飽的話 剩下的東西絕對夠養你們這些 但這種東西就永遠讓這個中向階層的人 不能發生 但是他們這個憤怒 這個抵抗的這個對象 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變成是有勝一種 所以一直延續到今天發生了這個 比如說這個Fraud 這樣的一種 大家都看到這樣子 就嚇壞這個白人的警察去 其實白人警察對付黑人也不是很稀奇 你黑人警察也對付黑人 但是就引起這個渲染大波 所以有這個這個 這個黑明貴這樣的運動 這個風起零用這樣做 那這些東西全部都夾雜在最近這幾年 就是這五年已經降 的這些關於racist 的這種 sensibility 是越來越強越來越強 不要講說 我們講說兩千年開始 美國大選出現了這個 隱含出現了這個種族的問題 從兩千年一降 每一次選舉 就更intensify 這個micro 因為國人的問題 就更intensify 越來越intens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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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美國社會就變成兩分的這個社會 那這個兩分的社會 就很明顯的有色有種 絕大多數是被放在一起 那這個隱含就變成這個種族問題 那Link Leiter 講的這個 這個進步 就跟我們昨天講的那個 Fukuya 講的那個進步是一樣的 它本來是一個 collective security 的問題 它越來越 individualize 所以每個人 他越來越理性 越來越他自己的身份 用理性的方式去計算 那這個種族問題就化解了 這個階級問題就化解了 因為工人 工人的階級問題 變成是個人的社會福利的照顧 而這也是符合 九月經濟學派講的 它最後就是一個慈善 慈善使命 這個其實我們可以去問他 我們如果說問這個問題的話 一些classic liberals 他可能就會去反省他們對這個 對這個天下 對這些問題的一些 既有的這個成見 我們可以問他說 為什麼有錢人 他要有 要做慈善事件 我們會覺得這個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這個就會 他們會覺得很奇怪說 為什麼你一個領導人 會對老百姓有人 為什麼會擔心明星的問題 他會問你這樣的問題 我們就會問他問題 為什麼一個大 有錢的富人 他會做慈善事件 他就是會做慈善事件 因為這個是他的 這是他的humanity 這個是liberal 這個兩個社會 不能夠相互理解的地方 這是他的humanity 你一個人如果他 最基本的生存條件 都沒有的話 那你如果不去寫出他 那你就失去humanity 所以這個liberal 講的這個文明進展 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體現 就是這個慈善 對於有錢的人很重要 他必須要幫助 其實不是只有有錢人 一般的人都幫助 我有一個在過去讀丹布大學 有一個專門研究老人的一個女教授 現在今年已經可能快八十歲了 他開車開在路上 只要看到旁邊有homeless 他就會把窗搖下來 給人家十塊二十塊 他要操算多少錢 他就要給人家多少錢 那狗大學就叫我拿去給人家 递出去了 看到homeless 他就拿十塊二十塊錢 這是一個死忠的民眾黨的支持 他不是共和黨 他是一個死忠民眾黨的支持 他覺得他是教授 他一退休 他退休後夠 他叫人家拿 這是一個慈善事件 所以對於Liberal而言 classic的Liberal而言 這個問題可以透過慈善來解決 因為人都有 孟子講的這個側隱之心 都是因為humanity 我記得以前我在哈佛尼 Candy School的時候 有一個MIT來的學生 他是MIT經濟系 跑來修我們的經濟學的課 MIT的經濟學的教授 都修我們的Candy School 經濟學的教訓 是酷酷經濟學 就是很爛的經濟學 都是講這種 是一種什麼經濟學 就是一種 要正客才能懂的那種經濟學 就是非常淺的那種經濟學 而就在課堂之間發生辯論 在MIT來的教授 MIT的經濟學教授 一大堆都是哈佛經濟系畢業 在MIT的教授 MIT的學生 就批評我們經濟學老師 他其實不是 他是經濟學家 但他是在Candy School 他不是在哈佛經濟學系 講的這個經濟政策 因為他們有很多介入 intervention的這種討論 他就批評他 那這個 他中間有一個辯論就是說 這個事情你要讓市長回到均衡 那回到均衡的話 這個老師就跟他辯論了 老師一跟他辯論就跟他講說 回到均衡要多少時間 那你要餓死多少人 他說不會餓死 他說我們會有這個慈善 全場就哄到大校去笑他 他就很生氣 他說如果換一個教室的話 今天不是這樣的比例 就是我是站在多數一遍的 就是說經濟學家都是站在我們這邊 他就很氣憤地這樣講 這個就是我 就是我們剛才講說 你這個 對這個慈善事業 你是不是要信任這個慈善事業 你是不是要信任這個人的這個 humanity 那這個human 你如果覺得 都是要信任人的humanity的話 你是不是懷人 是不是白人根本不重要 因為每個人都是individualized 每個人都有humanity 如果你不會去進行慈善事業的話 只有你humanity就不夠 那給你教育 給你價值 讓你進到這樣的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你不就有了嗎 就是福福亞馬昨天看那個 說昨天他到華盛頓的動物園 看那個星星 說這個女星星 這個母星星被壓榨 他說你有沒有看到我們現在 這個資本主義市場當中的女星被壓榨 沒有嗎 所以他就講說這個資本主義市場 會提升人的這個文明 所以他們就有一種信念 就是過去German Democracy的主義 到台灣來的時候 研究台灣的democratization 他幫助Rice去伊拉克 去伊拉克伊朗推動民主 後來非常生氣 對於美國公約的政策 他覺得他們混淆他 但他就到台灣來 對台灣欺欺師組 討論這個 也正好是很巧的一件事 1997年我跟林環銘、林老師發表了一些文章 對台灣的民主批判 所以他那個時候人在台灣 他就特別願意我出去吃飯 他討論我這邊文章 這很有意思 我們在台大小的地方 約兩個人坐下來 本身坐下來 第一句話就跟我說 你文章寫得很好啊 他就這樣一句話 就是說看起來是誇獎 其實就是大不有緣 在他的觀念裡面就是說 你們講的這些問題 全世界民主化的國家都有 這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他說我跟你講 美國以前也是你們講的這樣 德國以前也是你們講的這樣 你只要一直做就好了 這問題就解決了 當時你沒辦法跟他反過 我不知道今天 我已經很久沒有碰到他了 2007年 我在史丹佛參加一場會 這很有趣的一場會 他們請我去講台灣的民主 找一個大陸的學者 這個大陸的學者是從上海跑出去 他是被大陸關掉的 這個上海經濟導爆 日教上海經濟導爆 他被大陸關掉 他跑到史丹佛區加拿大 我們兩個就辯論 這個中間主持人是 Ribben Myers已經過世了 這個張教授 他比我年長 他來台灣好多次 我們關係也非常好 結果我們兩個在那裡辯論 他在誇獎台灣民主多好多好 我再批一批台灣民主 什麼什麼問題 就非常有趣的一個形象 下面坐的全都是這些台灣的鄉親 他們都在這個質問 那這個 這個就反而很有趣的一個場景 每個人都在韓國人質問 我覺得我有問題 結果這個中心的這個 中心的富人 他叫什麼中心呢 我都忘記了 也是講什麼和平民主發展 這樣的一個中心 史丹佛 結果我們結束之後 男人男人請我去喝咖啡 在路上就碰到 這個中心的主持人 他說哎呀你這個太棒了 他說我一直擔心啊 你最後會讓步 結果沒想到你一步不讓 人家怎麼批評我就怎麼回去 比如說人家有人就問 就有一個觀眾問說 可不可以 台灣獨立我們公民投票頭 台灣獨立你贊不贊成 這是民主你贊不贊成 結果我還沒有回答 這個主持人Larry Duvall 就非常生氣 他說我已經跟你們講過多少次 這個問題是不能問的 他說認同問題是不能問 有投票解決的 雖然他是非常這個 投入這個民主的選舉 他在那個 蕭吉安發生的第二年 我也跟他在美國開會 他激烈地批判 這個我們這個 Kansas的這個 這個民事館的這個人員 因為他就不斷地去辯護 說這個 這個 槍吉安對選情毫無影響 他就非常憤怒 他說醫療非常嚴重 因為對他而言 台灣是他的民族的寶貝 台灣要出來 很得了 所以他就 非常氣憤的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個 他問我說 會不會 這個 這個 站不站成投票 所有人都看過 我說我當然站成投票 我說三年投一次 這樣子的話 今年輸掉的人 他不會想要打仗 那他會覺得三年之後 他還有機會把國家要回來 其實我們只是換個名字嘛 你們在乎的只是換個名字 那我們就是大家選舉 每三年換一個名字 輸掉的人都有機會 再把名字換回來 那全世界人都要對台灣好 這不是很好嗎 我講完全場通常大笑 這個問題好像就化解了 其實 這個本來就是 要跟Liaradon的意思類似 就是說你把這個認同問題拿來投票 你覺得就可以解決個問題嗎 就好像 我們剛才講說 47%的讓他去了 不要管 這樣對這個Michael的一個 這樣的一種思維 結果 誰能想到今天會發生 這個黑命運動 那這個問題在美國 就產生了一種 大家都開始講說 很多人都問說 美國會不會重新爆發內在 就是為了這個 為了這個黑白的這個種族問題 你仔細想想 你說從這個黑人 這個奴隸解放 應該解放黑奴之後 到這個黑人參加到 美國的這個整個的這個 經濟體制 他是不是真的能夠公平競爭 他很難公平競爭 因為人家對待他的態度 他不是對待 他不是把你當成一個 一個人在對待 因為你整個資本主義的邏輯 Rationalize 是Inividualize 一個社會 但是人家在看你的時候 並不是用一個 Inividualize 態度在對待 而你成長的環境 要把你prepare成一個 在資本主義思想裡面 competitive的人 都很困難 你講話的調調 你喜歡唱的歌 你愛吃的菜 都跟人家不一樣 都跟主流社會不一樣 那你只能在你的那個區塊裡 你只能去給人家做清潔工 你就只能做這些事情 那少數人能夠進階 他就變成是這個 這個模範效果 那你整個黑人族群 這個模範效果態勢 他就用華人 連華人都可以做到 華人是少數民族 來了比你還晚 或者當時的情景也不比你好啊 你這個解放黑奴之後 華人還有在做這個 中心部的這個奴工還在那裡 還在那裡 這個不斷的這個輸入到美國 結果華人今天很多人發展的 已經好 所以他用華人做少數民族 來對黑人 用黑人少數的這個 成功的這個人士 來對這個黑人所有的人 讓他啞口無言啊 那你說這個 我們沒有種族主義啊 因為你們你看 都有成功的人 那這些華人的這個位置 不就跟台灣今天在 國際關係裡的位置是一樣嗎 你們這些 拉丁美洲的人都說 有這個 我們這個經濟結構 被你這個什麼 聯合水火公司再舉 被你這個CIA 跑到這個智利來 弄我的這個領導人 就搞我的好多拉斯的這些 無所不在的這個介入 把它當成後悅 後悅 這個早年這個 伊斯拉戰 還之後還有這個炮戒外交 你還不能夠國有化 國有化我還要來這個對付 就無所不在的這個介入 所以對美國啊 假設這個資本主義的這個體制 很大的批判 說這是一個 他們是dependence 就是他們這個是一個 dependent development 他們所有的發展 是依賴在美國的身上 所以他們的社會 也有成功人數啊 也有這個跟美國呢 交往的這個做生意的 很成功的巨富啊 那麼這些人呢 跟軍方又有一定程度的關係 如果你這個勞工運動起來的話 這個軍方就介入 軍方介入呢 美國一方面講說 哎呀我透明度沒有了 一方面很高興軍方介入 然後IMF就要幫助你軍方啊 重建你的經濟啊 那幫助你軍方重建經濟 你就要去壓低這個 控制工資 控制政府的這個薪水 全部都要控制 那這個控制的時候 就說企業家就願意去投資啊 那這個chicotermsiav就又來了 所以他們講說 這個是dependenceiav 那這個dependenceiav呢 碰到台灣又垮掉了 因為台灣發展起來了 那時候號稱是軍服的發展 這個世界最成功的領域 所以台灣對於拉丁美洲的意義 就跟美國的華人 對美國黑人的意義是一樣的 那這個裡面 你怎麼去看 說這個裡面有什麼種族的問題 你根本看不出來裡面有種族的問題 但它整個的這個思維的這個方式 就是你是不一樣的 那比如說你看 看看台灣的這個經濟 它對台灣經濟 對美國的這個依賴 它其實是頗有為恥 你都是靠這個仿冒 你都是靠這些東西起家 它對你是很有意見 但面對拉丁美洲的時候 你就是最好的 就是說你的這些 這些clone這些假的這些fate 這些東西都變得不重要 為什麼對你而言不重要 你是台灣嘛 對你不能要求太高啊 要把你當模範的時候 要把標準降低 那看這個美國的華人社會也是一樣 所以你華人很成功 但是你所謂成功 都把你標準要降低 所以很多這個華人的這個小孩啊 在美國發展企業 到了三十五歲四十歲 他就跑回大陸了 因為他碰到皮疾 摸了一聽話 他上不去了 他最後能夠跟他一起發展的 他最後還是要跑回大陸 包括很多科學家 他到了一定程度 他就回大陸了 因為他發現 在大陸他可以不斷的往上升 他在美國沒辦法 就算 而且他在美國的地方 還幫助他在大陸 可以居高零下的看 對不對 他有half whiteness 他半百可以幫助他 來看這個大陸的人 當然總注意 不是只有白人才有 黃種人這種 就是如此 那這個secretization的問題 幾乎是同一類型的問題 我們昨天就觸及到 因為世界上其他的國家 都是殖民主義建立的國家 殖民主義到非洲的過程 是最明顯的 在地上 就根據經緣度去畫 他的殖民主義 然後這些殖民地 獨立是國家 他就根據經緣度 他就獨立是國家 那變成國家之後 他的種族問題就很嚴重 種族問題解決不了 那你就是 你文明落後 這個Linklater從來沒有說 要指控非洲人文明落後 在他的觀念裡面 非洲人也是人 跟我們歐洲人一樣 都是人 所以我們的歐洲人做得到的 非洲人一定做得到 這當然是怎麼是racism 這是慈善事業 就是說我要幫助你做到 跟我一樣的情形 而且我相信你跟我是一樣的人 我們是平等的人 每個都是個人 一定都可以做到 所以他是平等的 他是好心的 他是慈善事業 那你對被當成是個人的這些人 他其實很可能 他不是個人 因為他在他那個社會 他永遠是被當成某一個族群在對待 就像黑人在美國的社會 他是被當成一個族群在對待 族群的一份子在對待 所以過去研究這個種族主義 我們這個政治心理學 很多人研究種族主義 他有一種那種浪漫的想法 他是希望 就是說種族主義 是啊他承認有種族主義 但是他說我們現在這個社會 因為文明進步 我們的種族主義已經開始轉型 我們這個種族主義叫做 Old Fashioned Resistance 什麼叫Old Fashioned Resistance 就是說 我其實沒有種族主義的這種行為 我也沒有種族主義的政策 我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你的市場價值是多少 我一定是把你根據你的市場價值來對待 我不會因為你是黑人或者你是女人 我就把你的價值壓抵 但是如果我把你價值壓低 是因為你在市場上就是這樣的價值 因為我可以用比較低的價值 聘到跟你一樣能力的其他的黑人的時候 那我為什麼要用比較高的價值 把你拉到白人的價值 所以這是一個市場的問題 我對你是沒有 我對你個人是沒有歧視 你到我家裡來跟我玩 你的小孩跟我玩 是沒有歧視的 但是我平常呢 可能跟你在一起會講一些種族主義的笑話 或者是你不在場的時候 我會開你一些玩笑 我會講說 啊 黑人就是這樣 黑人就是這樣 但是這只是一個old fashion 就是我講這種黑人 或者是種族主義的笑話呢 只是一種懷舊 nostalgia 因為我的行為不會抵制你 我不會因為你吃了這個食物跟我不一樣 我就不高興 我還會跟你一起吃 跟你很高興的 跑到你熟悉去的酒吧 跟其他的黑人混在一起 我都很高興 所以我的行為已經沒有抵制你了 他就給了這樣的 改變叫old fashion racism 就是老牌的這個 racism 但這個老牌的 racism 它是依附在什麼東西上面 就是依附在 racism 它才肯定叫老牌 racism 所以對你這個個人而言 你是old fashion 但對整個的這個system而言 它不是old fashion 它有一個system of denial在那裡 就是你就進不到某一個層次 這些地方的 你是夠不到的 我們大陸有很激烈的辯論 也是 也有可能十年以上的 北大的馬屋教授 他就研究這個少數民族 他就主張了 要把這個 這個 就是 少數民族的這些 政策的優惠 要全部取消 要對於地區的政策優惠要取消 要把它變成是個人權 要把它這個個人化 他就用來 他講的叫做公民民族主義 就是說 美國的公民民族主義 是大家最推崇的 所謂公民民族主義 就是說 你是哪一個族的人 都沒有關係 任何一個族的人 他的權力被剝奪的話 所有的人都會保護他 所以每一個人 都會有一樣的這個權力 所以即使我們相互歧視 你也會 這個 對美國有這個pagetism 因為是美國 這樣的一個制度 一個rule of law的制度 在保護每個人 所以不管你是韓國的後裔 還是這個拉丁的後裔 還是哪裡的後裔 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 受到這個rights due process的保護 所以最後呢 你雖然呢 最認同的說 我是韓國人 我是韓國裔的人 我是華裔的人 我是什麼愛爾蘭裔的人 你可能心裡最認同的是這個 但是每一個人都有一個 共享的第二認同 就是美國 因為是這個美國 在保護你們每個人的第一認同 這是公民民主主義的最高境界 也是我們台灣追求的 就是 就是要保護每一個人 所以我們那個 當時那個 李德惠總統在修憲的時候 已經講了 要把這個四大族群要路線 就是要把這個 就是說我們每一個族群都是平等 但是我們的公民民主主義 跟美國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美國的公民民主主義是 只要你是美國的公民 那你的第一認同都可以被保護 我記得我們在推動這個 新台灣人的時候 四大族群 新台灣人的時候 特別會講說 只要你認同台灣 那你是誰都沒有關係 就是說 就是你必須把台灣當成第一認同 而不是 而不是用那個台灣人 去保護你的敵人 所以我們的公民民主主義 其實背後 它不太公民 它不太那個 不太那個 不太那個 它是非常的集體 但我們自己不知道 這是我們就把 美國的公民民主主義 就搬過來 我們就變成公民民主主義 事實上我們一點都不能離開 但這幾年的發展 可以看出來 跟美國現在已經是一樣 這公民民主主義 Turn out to be 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還是聖樓 根本沒有存在過 就從這 像說美國今天要發生的內戰 根本沒有存在過 那這個情境不就跟 我們剛剛講的 用經緯度畫出來的國家 它的遭遇是一樣的 它是不可能被當成是 當成是一個個人來對待的 因為你拿到了權力之後 這個國家的自由要分配 國家的自由要怎麼分配 你當然是一定懷疑說 你對方一定是分配給他自己的族 所以他上台的時候就是用他的這個族 那你一定是找你的這個族來幫助 你的族在隔壁的國家 所以你們就變成是 羅爾朗跟普羅帝就變成有戰亂 糊塗族 那你這個 你這個 你這個難民就發生 你要逃到你的母國去 難民就出來 那你說這個 你看這個緬甸 緬甸你說它是這個 這個 佛教國家 一個愛航和平 你看這個斯里蘭卡 佛教國家一個愛航和平 那你看對付其他的宗教的人 那這個壓力力量有多大 這個羅西亞人就遭遇就很慘烈 然後歐山書記上台 每個人都講說 哇你看緬甸民主化 結果完全沒有達到 跟他說想的完全不一樣 那對他而言 這不是他的問題 這是你的問題 你不夠文明 你還是墮落在那個背後的東西 所以我要繼續改造你 我要去改造你 我要去改造你 那你不接受改造 或者有人幫助你不接受改造 比如說那個以前王毅就是 在緬甸專門負責去緬甸談判的 這是厲害啊他我覺得 他跑到緬甸去跟緬甸說服 最後說服緬甸軍方接受聯合國代表 來看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他當然也要協助 他包括這個南蘇丹大陸也派大使去了 大陸有一個非洲特使 哪一個國家會有這種特使 他有一個特使之路 非洲特使 東南亞特使 這個特使到了中東的特使 這個特使到了 專門處理那個地方的和平的問題 所以他跑去處理這個南蘇 當時這個奧運會 不是抵制奧運嗎 說大陸支持蘇丹南部的種族屠殺 說要抵制奧運 說大陸種族滅絕西藏人 誰要去抵制奧運 這些活動都是適得其法 我記得那個時候我在2008年3月的時候 我正好 我是2008年3月去的史丹佛 不是2007年 還是2006年搞不清楚 社會是哪一年要跑 反正就是跑社會的時候 一個大陸的學生就跑進來 我跟一個很有名的華裔的 做戰略的學者在合看會 他的學生就跑進來跟他講說 哎呀 我們保護生活成功了 怎麼就很高興啊 這個學者就跟他講說 你以前不都是反黨中央的 怎麼這麼支持號召 他說這個是沒辦法 這是民主的問題 這是民主的問題 這民主的問題是很尷尬的 漢藏的交流一定是充足的嗎 漢藏不能夠和平相處 你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南斯拉夫以前那個種族 沒有和平相處 你覺得這是很奇怪 你把它變成了 獨立主權國家的時候 種族問題就出來了 出來的時候 你就說他們說 哎呀 多少年來 你們這個種族 種族怎麼樣怎麼樣 漢藏關係緊張 不就是外面介入的結果 漢人就產生了 對藏人 完全不了解的這些漢人 就產生了對藏族很大的 一種立反的行為 這個史它原來就有了 它當然不是原來就有了 所以我們昨天講這個 國家跟社會的問題是一樣的 就是說如果沒有民主主義 沒有這個殖民主義 沒有這個帝國主義的話 這個民主主義在非洲 在這個中國的情境 不是這個樣子 民主主義不是這個樣子 你這個視明神會才有機會嘛 明天呢弄人家的這個視明社會 然後要介入人家 結果這個視明社會 就把別人的社會就分裂了 視明社會就是一個Shop Paul 他老覺得人家是Shop Paul 視明社會才是一個Shop Paul 視明社會 這個Shop Paul很早有人去定義它 我記得有一年 我們在這個Shop Paul的概念 剛出來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東立銀鋼辦 那年我還稍微定義了 很多人都在講Shop Paul 他其實在講Shop Paul 他就在講說 你俄羅斯跟中共介入我們的選舉 他就在講這樣 那就是對他而言 就是俄羅斯跟中共 對我們國內的介入就是Shop Paul 那一點這個理論的內容 生產性的內容 然後一大堆人去研究 而且我們這個最妙的就是 世界的台灣研究學者 那一陣子就非常流行研究Shop Paul 所以我就定義Shop Paul Shop Paul就是製造社會分裂的力量 the capacity to engender the cleavage society 這叫Shop Paul 我是這樣定義 這是Shop Paul 那如果你這樣定義Shop Paul 因為有一個很有名的台灣學者 工作學者就問我說 因為他辦這個會 辦這個會我就很批判這個會 我說你們怎麼去辦這樣的會 我在臉書上批判 我臉書上就有台灣study的網友 他們同一個圈圈跑去告訴工作學者 工作學者寫的時候 寫信欄來問我說 你怎麼這樣批判我們 我們這個是非常學術的 我說你這個什麼學術 我說你這個錢是不是台灣給你辦 而且這個題目是不是台灣建議 你為什麼要辦一個Shop Paul Shop Paul到底是什麼 Shop Paul不就是講Chinese和Russia 他說難道我們不能客觀地研究Chinese和Russia 那我如果把Shop Paul定義成是 這個Capacity 就是GenderClimity Society 那這個Sivist Society就是Shop Paul Sivist Society的概念就是Shop Paul 你要把人家Illibriolize 那所有Illibriolize的東西 它都是用Lodge對付另外一個種族的人 這就是胡佛老師講的東西 就是胡佛老師講的東西 就是胡佛老師講的東西 你把人家Illibriolize 就是你看起來每一個人都懂民主自由 但是你這個民主自由 通通是為了你這個族群服務 而你這個族群呢 本來對你而言 不構成沒有很強的一個族群 是在這個國際大的環境之下 你變成是一個族群 就是你國內的族群被Sensitize 是因為國際關係介入或者是帝國主義的這些因素 所以你就出現一個對國內族群非常Sensitize的一個東西 然後你在國內就被製造 這個族群就被製造 這個製造有的時候是根據膚色來的 有的時候是根據宗教信仰的 當然是要看你的那個 看你那個製造者 那個才叫Shop Paul 那他是用Sivist Society的方式來鼓舞你 你哪裡看到這裡沒有Race的這個意思 裡面完全沒有Race的意思 但是在practice的過程當中 他就把原來不存在這個Race的問題 就凸顯出來 凸顯出來的時候 他就是make 他等於就是說 這叫什麼 這英文叫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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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製造成功製造出來的這個 這個 每天講的這個你給我想不想 等於是這個是你practice出來的一種種族 原來不存在 那 這個 這個 Civilization的這個眼鏡 國際關係歷史的這個眼鏡 你說他 它這個是一個 Evolution 我們這個大陸的一個教授叫 唐世平 有一個網正 非常的這個 有這個理論的創造力 他有一本書就得獎 得獎這本書就在講國際關係歷史的演化 國際關係歷史的演化 是跟國際關係的演進是同步的 他就把這個過程講出來 而且把這個過程的理論化 用邏輯理論化 把這個國際關係的理論的演化 跟國際社會的演化之間的理論變成 然後就得獎 我從來沒有跟他 他說我好朋友 我從來沒有跟他討論過這個問題 這是助走為虐 我這感覺是很好 就是你把這個evolution 這樣的一種演化的概念 帶進到了這個國際關係理論 這就是Nick Latter 講這個國際社會的演化 國際社會演化 跟他講國際關係理論的演化 但國際關係理論遠前進 然後你們這些人就要 去研究Security Session的這個理論 研究Security Session理論 所以你就會反省 為什麼你這社會有種族問題 你看反省的結果是什麼 反省的結果往往是說 都是你們這些少數族群 要是沒有你們這個問題 我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就見到文明的下一階段 他反省的結果不是說 哎呀 那我就不應該壓迫你 不是這樣的反省 那你說他這個反省的人有問題 是他的族群有問題 他是在那個環境之下 那所有人都是在這個群體當中成長的 那所有人在群體當中成長 你跟他說要個人化 所以馬龍教授碰到很大的一個問題 他說要把這個 這個個人的公民權利變成是文化權 他碰到很大的問題 因為他自己本身是蒙古族 就很多這個族人 他回族 就很多這個族人就不安啊 就是把他變成個人的 個人的文化權 那這樣真的 真的能夠保護我的文化嗎 就感到很不安 那馬龍教授的看法 當然也是有道理 他就是跟美國社會裡面 有一些看法 就是說你越保護他 越reproduce他的inverity 那這個問題就永遠沒辦法解決 你越保護他 就越reproduce他的inverity 那這個就是MIT那個學生 跟我們那個 Kennin School老師裡面的別的 就是你越保護他 他越不能夠長大 一定要給他一個 完全競爭的這個市場 他最後每個人都會 在市場當中得到他應有的增加 那他的族群星就消失了 那不再有族群星 其實這個問題以前 女性族群學有批判過 不到多少 他說你再怎麼講男女平等 你同樣一個位置 女性的這個地位就比不上男性 女性的這個薪水也比不上男性 所以他們去 所以爭取薪水平等 變成女性主義很重要的這個東西 就是到了少數民族地區 根本不是這樣 所以女性主義裡面 背後也就發生了 女性主義裡面 也就發生了種族主義的問題 就是你們這種 爭取女性跟男性在市場當中平等的 這種女性主義是種族主義的 到底跟我剛剛講是一樣 因為他本身他不是一個 他本身他不是一個 individualized這個社會的問題 而且他不是被當成這個 individualized在對待 那麼他這個國家的成立呢 也被迫變成是族群跟族群之間的這個對比 那麼他們那個族群跟族群之間的對比 比如說羅安達跟普隆利之間的問題 不就跟這個 中下階層的白人黑人之間的問題是一樣的 這個鬥爭變成是他們之間在鬥爭 那羅安達跟普隆利之間的鬥爭 變成是國際關係的問題 國際關係要處理這個難民的問題 要處理少數民族的問題 這個裡面是不是有一種那個 你是不是覺得這個裡面有一種那個報應 現在這些問題通通在歐洲社會爆發 移民的問題爆發 移民問題為什麼爆發 這些移民不都是過去殖民主義的遺跡嗎 哪一個國家的 國的這個大量的移民不是來自他的前殖民地的 都是來自他的前殖民地的 因為前殖民地的人要追求美好的生活 要到你那裡去 你要去找廉價勞利 要把這個國家開放給這個前殖民地的人 到你這邊那裡 你這樣子做 別的殖民母國不這樣做 那他也有問題啊 他要跟你競爭 所以他也要開放 結果前殖民地的人都到了殖民母國去 就變成你殖民母國的問題了 那你殖民母國的人是不是要大量到殖民地去呢 當然也要去啊 你殖民母國中下建成的 跑到殖民地就像做好的地樣 那個地位多高啊 你在殖民母國得不到的這個地位 因為很多大陸的這個企業人到歐洲去 他就是這樣的地位 而且他可以發展 那更不要說這個世界的企業到大陸去 我在這個 在這個北京郊區 這個 住過的這個一個別墅區叫民都園 在裡面我就看到 這是不可思議的 這些 這些 歐美來的這些 外派人員 他就住在民都園 他外派的薪水非常高嘛 好幾倍 然後小孩的這些 這些 學費他們都付 那這算起來 幾倍於這個 而且是上司機小學 幾倍於他在國內的這個待遇 他國內根本上不去嘛 所以他這個被外派過來 哇 他在裡面穿個拖鞋 叼跟煙吊得不得了的樣子 就是說 在那個 人家都整理好好 旁邊都是 從那個村裡面來服侍他們的這些警衛員啊 或者是園區的工作人員啊 對不對 幾百個 這個從這個大陸鄉下找來的這些 廉價的老公在服務他 他多高興啊 他在這裡做好地 所以你這個 族群問題 他永遠在我們的生活當中就被凸顯出來 所以就華人歧視黑人 黑人歧視華人 華人歧視黑人就是說 你就是沒有競爭力 就跟中國人歧視印度一樣 就是你就是殖民地 你沒有辦法獨立 你不能像你這個民族主義 你完全被英國打垮 它就是歧視 那這個歧視就是根深蒂固的 那這黑人現在要對付華人 就要把這個華人的這個 學校的這個民和拿掉 所以這個大量的華人都支持這個共和黨 因為他們要保護他們的這個 學校的這個民族啊 瞧不起黑人 我覺得這些黑人都是鬧事啊 就搶華人的商店啊 什麼等等 所以你們少數民族打在一起 你們都不穩定 但是他沒有考慮到 這是他體制造成的 所以我們說這個體制是racist 我們說這個理論是racist 原因在這裏 不是說你這個人是racist 你這個人好得很 你只是old fashion 你是懷舊而已 你對任何的少數民族的個人 你都不會有歧視 這個 這我也知道 你還會幫助他 你跟他玩在一起 所以沒有 沒有個人的歧視在裡面 這個更嚴重 所以這個racist就變更 更看不到 更看不出來 在你的理論裡 所以所有以種族身份發言的 他都被消音了 都被silence 因為 因為securitization這個理論 是沒有辦法講種族問題 如果你講種族問題的話 就是你自己把自己securitize 那就是你的問題 你如果去講種族問題 那就是你的問題 所以你只好兩個種族 在衝突的時候 變成一個 種族變成securitize的問題 你怎麼辦 你當然講說這個問題 是來自另外一個種族 不是你這個種族 所以這種 種族主義的這種 這種理論的視角 或者整個的 應該講說 你講說這個國際關係 是racist的這個theory 還不充分 整個的epistemological 是一個這個racist的這個 epistemology 他看問題的角度就是racist 因為他在看問題的時候 他從來沒有想到 他看問題的角度是 從歐洲思想是發展出來的 他從來沒有想到 這跟他歐洲思想是有關的 因為他覺得 歐洲就是人類 對未來的未來文明的 這個必然 要走 這麼多 所以他是普世 他是universal 因為他是universal 所以他沒有歧視你 你也可以變成他 我剛才講 林肯雷的很好 但是你也可以變成我 你星星也可以變成 母星星有一定 也可以變成女人 講出來就是這個意思 你們要是市場化 你就不是母星星了 你就是女人 你就進化 所以這個很矛盾 你去看 最近這些出來做這些 種族主義批判的學者 絕大部分是女性主義學者 而且絕大部分是後製 這些女性主義學者 因為他們是有色女性 他們又是女性 他們出來寫的這些女性 當然也不是說 沒有我白眼女性寫在裡面 那這個 這個就是說 你敏感的東西是什麼 你有了這個 你有了這個膚色 然後你到了 主流的這個圈圈裡去 競爭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 你是被當成一個不同的類型 那我們這一大群人集中在台灣 我們感覺不到 我們不但感覺不到 我們還會覺得 被挑出來當成是一個模範 是一個光榮的事情 我們沒有想到被當成是一個模範 它其實是幫兇 我記得 這個 現在大家都很簡單 就是說台灣就是一個自由主義社會 然後很多人講說 你看我們最近的這些發展 好像都是違背自由主義 都是不自由的 都是不自由的 違背自由主義 這個 這個現象 主流不會去看 主流什麼時候會去看 主流在 他要跟大陸 維持和諧關係 要engage 要交往的時候 他就會去看 你的危機 他就會奇怪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變成一個 trouble 對吧 以前這個 執政院要做這個 和平公投的時候 美國的國家安全顧問就說 這個不是無助 因為公投 不會去投這種 so obvious的問題 你怎麼會去投 要不要 要不要和平 不可能的事情 這一定過 對吧 所以你這樣投票沒有意義 結果這個公投沒過 他怎麼搞得懂 台灣人在做什麼 對他而言 他怎麼需要搞得懂 對他而言 就是說 需要你是和平的時候 你就是和平 需要你是民主的時候 你是民主就可以了 為什麼他還把你標準這樣這麼低 也因為你不是他的一部分 他能夠對你把標準降低 就是racist的一種反應 他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這個 你說我們這個 要去反省 這個國際關係理由是很困難的 這是為什麼這樣 David Baker他寫一個 看起來很簡單的文章 一種反省 我們大家都蠻高興 一方面覺得 一開始 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這很好笑 這什麼好講 然後再想一想說 這個很 這個意義重霸 因為他是在反省他自己 他不是在反省我 他是反省他自己 我們就說 這個意義重霸 這不容易 這個 這個 那我們現在回到 剛剛講的這個 殖民主義這個問題 來看 你把這個殖民主義 跟我們 昨天講的國家社會 問題 就可以合在一起看 因為我們昨天講國家社會 這個問題 講到最後 是一個從遠古來的 一個宇宙觀的問題 還有從近代而來的 一個民族主義的問題 因為這個宇宙觀 跟民族主義 都是沒有辦法淪靜 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 對不對 你那個宇宙觀是天下 是武本土 是這些 你沒辦法淪靜到 這個 這個 現在的這個 國際關係理論裡面 因為它不是 它不是那種 binary 的這種思維 它不是那個 那個 主權獨立啊 我是這個 exclusive的這個power 它不是這樣的一種思維 它跟戰界的關係 它不是一種聯合二元的對比 你不是說我是上去創造的 所以我對自然界 我有一種好奇 我要去研究它 然後我要去使用它 我把它當成一種客觀之源 你不是這樣的概念 對不對 你是蒙古的這種 這種 跟自然共生的一種概念 你是武本土這種 好像跟這個 跟這個社群 跟這個 ecology 都是 這個 和諧的這樣的概念 這個當然不是只有 只有非洲跟中國才有啊 對不對 伊斯蘭也有啊 可是你 你如果去看 這個基督教世界這個遠古的這種 而來的這個信仰 它不是這樣的 它是透過一種 二元對立的這種方式 讓你去面對這個自然 所以它是主客是很重要的 主客很重要的說 你的這個 這個 這個主體性就很重要 這個主體性 就 重點就在你的幫隊裡 你要把你的幫隊的話 你才有主體性 主體力是有幫隊的 如果你 主客二元不是對立的話 你沒有幫隊的話 你就失去主體性 所以 如果去看 這個 這個 這些我們剛剛講的 完全不同的這個 遠古的這個信仰而來的 這些 都是有色族學的這些 後製命令的這個國家 它就對於這種 主客二元對立的這種思維 就是很感到很不安的 就是我 不是主客二元對立 有一個很有名的這個歐盧教授 他是研究 他接受我們黃俊玲教授的邀請 他的研究 因為黃俊玲教授講這個 東亞儒學嘛 那他就來做 對應 講這個 Europeaness 他講的Europeaness 就是 他是一個德國學 他講的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那個 那個進化的過程 這個 Individualize Rationalize 就是所有人 每個人什麼都可以 就是說這個 這個Europeaness 一定要 無所不包才叫Europeaness 你要是有一個 有一個 那個 不能夠 接受的東西 那你是不需要 不是Europeaness 他說你們將來講這個 龍家 講東亞儒學 這個那個Chinese 一定也是要這樣 我下面就舉手問他 我說那我做Fascist 他就認出來了 我說不是什麼都可以嗎 他一下講不出話來 他說 That's a very radical position 他說 他說 這個 如果你是 以不尊重個人為出發點 那是不行 他說 我們講的是 以Europeaness 一定要尊重所有的人 每一個個人都要尊重 但是 以不尊重個人的出發點 是不行 那我說 那儒家的這個 父子之間的這個關係 你是絕不接受 很有沒有想到 我說照你來講的話 這些 這些 這個Recipical的這種 這個Reconstituted 這個Mutually Constituted 這些Role Concept 都是有問題的 後來我到 到他那裡去開會 他在Issens開會 很好玩 我就跑去開會 他老教授 他跑到那個 Dewisburg來接我 要開車過去 開車接我過去 他也不記得我是誰 我說 我們以前見過 他說 我們以前見過 我說我就是問你那個 Fachers 噢 那是你 他就想起來 所以你說他這個 他這個EDP來世的過程 他有他遠古的一個想像 他沒有考慮到說 這種人跟人之間的一種關係 人跟社群之間的一種相互的連帶的關係 他不是透過個人產生的 因為在歐洲的這種連帶 我們講說這個 這個Lock講的這個美好的社會 或是Hobst講的這個生命是自然權利 所以你這個 就算別人這個受害了 你也要去幫他 這個徹底之心 你也要去幫他 除非 這個Milus人家 除非壓迫他的人力量太大 那你就不能幫他 這是Milus 你不能傻傻的去幫一個 你根本幫不了這個 這是Milus 但是不代表說我不應該幫他 只是我的力量還不夠 所以我這個時候 一定要集合所有其他人 一起來幫他 這就叫Balance of Power 或者是我要把我自己搞得很強大 這叫Internal Balance 我才能夠去幫他 那我要先幫自己 我才能去幫他 就幫他 每個人都應該幫的 但是不是你不要這個 回頭段上去幫 這個是 就是 你去想沒有辦法去反省 在這種理論之下 就是非常 他看起來是很 你就覺得他是很打衣服 這樣的一個理論之下 你說他是Racist 你這樣講他 你都覺得 於心不忍 因為他很ignorant 不是一個人 他很innocent 他不是Racist 然後你說你的理論是什麼意思 他覺得很innocent 所以他抵犯 他沒辦法抵犯 他只要從這個Methological 上去抵犯 說他不是Racist 為什麼他 你要從方法學來簡討 我講的每句話 你要去看我講的每句話 你不要out of context 但這不是人家要講的東西 他當然Methological 講的東西也沒錯 但是這不是人家要講的東西 他就沒有辦法跳脫出這種Rational Life Thinking 去思考一個遠古而來的一個 以群體為前提的一種關心主義之類 這為什麼我們後來做關心主義的人 開始願意去跟歐美的關心主義做聯合 因為歐美的關心主義 特別去批判說 你們講的那個個人主義 那個理性主義是有問題的 就是Went講的 這個Anarchy不是就是Anarchy來的 Anarchy是你們這些人Practice出來的 你們自己透過Practice 然後想一個理論 然後用這個理論來去Gestify 所以Anarchy是一個理論 Anarchy是一個Practice出來的理論 它不是一個結構 是Went講的 講得非常好 就是要你去思考這樣的問題 那關心主義也是這樣的一個傳統 就是你講的國家的National Interest 它不是在真空當中講的 那是為什麼後來 Went做了Quantum Theory 是寫的它原來講的 Quantum Theory 意思就是說 不是你哪一個人自己單獨的行動 你不是研究這個單獨的行動去結束 因為它有這個糾纏 一個行動一定會連帶到另外一個行動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行動都有糾纏 你必須要 反光那個鏡子要放對 它才會產生糾纏的 你要把它歷史切成兩半才會產生糾纏的 你不是一個歷史切成兩半就不會產生糾纏的 當然這關心主義意思就是說 你們其實都是從一個大的關係裡面出來 你真的要往遠骨推的話 這是一個基督教的關係 那這樣的一個大的關係下面 你去看你自己才有利 所以我們後來就跟這個關係主義的學者講 這關係主義的學者也要從其他的關係主義去吸取 吸取一些資源 所以我們後來就用這種pluiversal的概念 用多元宇宙的這樣一個概念 講這個關係 把這個pluiversal講成是一種pluiversal relationality 多元宇宙的關係 因為你是在這樣一個遠骨的信仰當中 發展出你今天對你自己群體的一種衣服 就是你就是群體的衣服 你就是群體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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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同的群體有不同的想像 我們今天沒有時間談 很多人會談這個問題 像比如說溝口雄山 就談日本跟中國對群的概念 談得非常的好 今天沒有時間轉談 然後這個武功主講的這個群跟 跟這個無家天下講的這個群 是絕對不一樣的群 但他們都跟基督教下面講的 講的對個人是不一樣的 時間到我想也就不一定要找一個 特別的結束點 我想我今天講的大致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想意識到 就是說這不是一個個人的問題 不是對個人的指控 這是一個理論 這個理論在一個大的 理事發展的過程當中形成 那麽它形成的 不但對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效果 而且還製造了族群 一方面製造族群 一方面形成不同族群之間的衝突 然後這些衝突就變成 它理論上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那到了要解決的問題的時候 就是已經把人家完全 silence 因為人家見到你這個問題的時候 它背後這些怎麼來的 它都沒辦法談 它只能跟你去學問題在這裡 要解決這個問題 解決問題要怎麼樣改造這些 能力不夠的 所以說這個理論是racist 馬上我就先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